时隔四年再次全英称王 亚斯组合证明了自己混双王者的地位 在与徐塞组合的对决中 亚斯尽管一度陷入苦战 但依旧顶住压力 发挥出色 立刻对手夺冠 尤其是在决胜局 在前半局僵持不下的情况下 亚斯组合通过突然的战术调整 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打出一波10比4的小高潮 瞬间拉开比分并终结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 张军在间歇时更多主导了这次战术调整 全英公开赛混双决赛焦点对决 由国语的郑思维 黄亚琼迎战韩国组合徐城仔 蔡佑丁 目前世界排名 亚斯第一 徐塞第九 此前双方共交手7次 亚斯组合全胜 可以说拥有极大的心理优势 双方上一次交手在印尼大师赛 亚斯2比印尼转对手 这也是双方迄今唯一一次打满三局 第一局 亚斯凭借心理优势一上来就抢攻 开局5比0 随后又以11比4领先进入间歇 间歇后 亚斯尽管遭到对手反扑 但依旧以21比16顺利取胜 第二局 亚斯遭到对手更猛烈的反扑 尤其是蔡又丁 发挥非常出色 往前抢得非常凶 而且上网也非常快 似乎对黄亚雄的线路有针对性的研究 这导致后者本局几乎没有作为 在对手针对性战术的攻击下 亚斯组合失误较多 最终以16比21输球 最后的决胜局 亚斯调整了战术 开局4比2 重新掌握主动权 但徐蔡紧凹比分 间歇后仅以8比11落后 或许是第二局拼得太凶 蔡又丁第三局体能有些不足 状态下滑明显 间歇时 张军突然走到台前 主动为亚斯布置战术 换边后 亚斯组合突然发力猛攻徐城仔 后者猝不及防 失误频频 再加上蔡又丁体力不支 韩国组合半场崩盘 亚斯组合下半局打出一波10比4的小高潮 以21比12迅速终结比赛悬念 一直在场边观战的张军 也激动地站起来 拨拳庆祝 赛后 亚斯轮流拥抱张军 似乎在用这样的方式 感谢后者 感谢后者